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我行我素 性格倔强 反抗心众从不服输 这就是破军心的命格 本就如此 如果破军不是这样的回答 反而李高楼都怀疑生死部上 所谓九分破军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现在他得了个肯定的答案 李高楼注视着吴明 你确定你可以杀了我 当然 如果这世上有人可以杀了你的话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我 就像是咱们之前所说的 李高楼对他来说 那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杀了李高楼 这之中啊并没有什么仇恨 是单纯属于他自己的一种乐趣 李高楼就那么看着吴明 沉默了片刻之后他才说 这样 你愿不愿意跟我玩个游戏啊 这句话让吴明的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或者说是一种兴趣 吴明把杀人当作是一场游戏 他把自己的人生甚至都当成是一场游戏 而现在李高楼要跟他玩游戏 这实在是世间最有意思的事情了 什么游戏 从现在开始 三天时间你在京市前藏起来 躲哪都行 我可以在你确定藏好了自己之后 半个小时之内我找到你 他的这话让吴明愣住了 这他们是要跟我玩躲猫猫啊 就这躲猫猫的想法 的的确确是李高楼打算给吴明一个机会 但是吴明的眼中闪过一丝不甘 作为一名杀手 潜藏的手段甚至比杀人的手段更为重要 之前他明明觉得自己算无一漏 哪怕是确定任务失败之后 自己也明明可以全身而退 可是李高楼莫名其妙的出现在那辆车里 并且把刀还架在脖子上了 而且自己之前毫无察觉 这让吴明没办法理解呀 匪夷所思的同时心有不甘 他相信自己的能力 甚至可以用极度的自负来形容 所以他坚信这只是一个意外 如果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李高楼一定找不到自己 而现在他所说的这个游戏 简直就没把吴明放在眼里 我藏好了 然后你半个小时之内找到我 对于一个把杀人当作游戏的疯子来说 这种挑战他一定会接受 所以在盯着小李同学的目光 足足十几秒之后 如果你找不到我呢 如果找不着你 我从这儿掉下去 几乎吴明说完这句话 李高楼立刻肯定的说着 小李同学的态度非常坚定 九分破军命格 他愿意尝试 李高楼如此的坚决 也让吴明有了火气 好 如果你找到了我 从今以后 我跟着你任凭吩咐 他看得出来 李高楼对自己感兴趣 但是作为全球第一杀手 吴明自己的那份骄傲 是无以伦比的 他怎么可能会屈居人下 为某一个人效劳啊 这种事不像是吴明做的 这种风格也不属于吴明 但是这个躲猫猫的游戏 让他非常的有兴趣啊 同时吴明也坚信 自己绝对不可能输 如果真用三天时间去藏 但是被李高楼半个小时之内就找到 吴明也认了 而那种事情发生 除非李高楼有邪术 好 一言即出 死马难追 两个人的对话就这么结束了 李高楼也没犹豫 拉开车门就走下来 顺带把刀扔到了车上 眼看着李高楼真就要走 吴明没忍住说了一句 你会后悔的 然而小李同学压根就没回头 后悔 当然不会 躲猫猫多经典的一款游戏啊 如此经典的游戏 李高楼一定不会说 在他确定了吴明就在京市以后 半个小时之中一定可以找到的 生死部的力量 绝对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 尤其是 你再破军星 和自己 现在可有了因果的瓜葛 吴明走了 小李同学则是返回紫荆商杀 毕竟二读和孟城道长他们还在呢 尤其是云万里那个老家伙 此刻依旧在大厦里 跟吴明不同 云万里对自己那是真的恨之入骨啊 这一次电梯之中的死局 差点就要了李高楼的命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得见见云万里 然而真正等李高楼进入到控制室当中之后啊 他却有些发愣的站在眼底 云万里和老管家的尸体就倒在地上 两人都死了 瞪大了眼睛 显得死不瞑目 当然这不是真正会让李高楼发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他看到了云海轻柔 此时此刻 那个真正如同一朵云彩一样的女孩 低头站在云万里的身边 默不作声 她的身上沾着很多灰尘 此时此刻的那张脸 除了痛苦之外 更写满了哀伤 云朵已经死了 现在云万里也死了 萧铁山那个不靠谱的父亲 云海轻柔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 所以对他来说 从这一刻开始 世上已经没了亲人 那种痛苦 让云海轻柔 有种心如刀脚般的感觉 甚至 他觉着无比的孤寂 似乎这世上只剩下他一个人 其他的都是陌生人 控制中心之中 没有任何声音 李高楼不知该如何开口 他已经知道 是无名杀了云万里 但是却依旧不知道 云海轻柔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就在这个时候 二读在旁边说话了 是他爬下了电梯警 启动了紧急制动 听到这一句话 小李同学就觉得脑袋 嗡的一下 原来自己等待的一线生机 居然是云海轻柔 事实就是如此 一切都要从今天早上说起 无名跟云万里见面 并且把他所有的计划 都讲了出来 包括加固那部电梯 以及让云万里打电话 邀李高楼过来 而这些事情 都因为一个偶然 被云海轻柔给听见了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云海轻柔就知道 自己不能再待下去了 她从来都不是一个恶毒的女孩 正好相反 云海轻柔非常善良 所以他才会一直承受着痛苦 并且在对李高楼 开了两枪之后的那个晚上 一直都在流着泪 对于这个男人呢 云海轻柔有着无比复杂的感情 按照云海轻柔所知晓的 他应该是自己最大的仇人 而且是那种老死不相往来 甚至恨之入骨的仇人 他逼死了自己的母亲 而且出尔反尔 自己的母亲 为了让他能够救治自己 才自杀的 结果他母亲死了之后 李高楼选择了见死不救 可是偏偏云海轻柔 却能够想起来 两个人初次见面时的场景 他跟着自己走了 好几条长街 只是为了苦口婆心的 劝诫自己 千万不能见血 否则会有灾祸 后来的事 证明了李高楼说的没错 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明明能够无情到见死不救 能够无情到逼死自己的母亲 被自己打了两枪之后又好反应 甚至那双眼睛之中 没有任何的愤怒和怨恨 一切的一切 云海轻柔都想不明白 他只觉得自己从生命中遇到这个男人之后 一切都变得一团糟 无比纠结的云海轻柔 最终做了个决定 他不能看着李高楼死 而且是被自己的外公害死 所以在云万里跟吴明已经布置好一切的情况下 云海轻柔一个人爬进了电梯井 并且在最为关键的时刻 拉下了紧急制动装置 然而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却看到了云万里的尸体 这种打击 此时此刻的云海轻柔 尸魂落魄 控制中心内就一直沉默着 似乎每个人都不知该如何 打破这种僵局 老板